NBA选秀中 NBA选秀大会的撞秀是超级中锋的安德烈爱顿,他在大学联赛打出极其出众的表现,被誉为数年难得一间的天才中锋,早在选秀大会之前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撞,果然,他最终在首轮第一胜位被太阳队选中,并且他还参加夏季联赛,表现极其出色,场均可以得到14.5分10.5把1.0段1.0杠 并且投篮命中率高达59.5% 邱塔普遍认为,爱顿能够很好的适应NBA,并且很快就能打出名堂。 这样看来,爱顿轮为水货的可能性并不大。 真正令人担忧,还是国王队帮眼签马文巴格力。 首先,因为巴格力并不是本届帮眼签的最佳选择,本届新秀中的东西奇和小甲伦杰克逊,其实才是帮眼签的最优选择。 但是因为这两名新秀并不愿意为国王队效力,并且拒绝了国王队的视讯邀请。 无奈国王队只能用榜眼签选择了马文巴格力,但是国王队选择巴格力的风险是非常大的。 因为邱塔认为巴格力的身高地盏在内线中烧铁不支,并且有技术粗糙和防守不足的缺点。 因此,邱塔普便认为,前面四星秀中,巴格力水掉的可能性是最大到,而下季连赛上,巴格力的表现也不是很好。 场军技能得到10.3分5.8个篮板,1.8盖,命中率仅仅只有33.3%。 最危险的是,国王队还希望巴格力去小前锋的位置,要知道以巴格力现在初操的技术去打小前锋,那绝对是相当堪忧的。 现在也只能希望他不要重蹈艾文斯的覆辙,最终能够在NBA打出名堂了。